滑滑版的海鮮清潭囉 哇!太豪華了吧!這個 小心喔 欸!這個是醃漬好的 對!我們上面就有刷燒肉醬 這個是牛條肉 這個是我們的牛筋 然後雞蛋糕 欸!牛筋也是烤的嗎? 烤的! 烤牛筋欸! 對!烤牛筋 好像很厲害 欸!等一下來吃吃看 你看!我們包廂裡面都不穿茄子喔 好漂亮欸!這個包廂 剛好下這個雨有點懵懂的感覺欸 欸!這個很像那個太空餐 包廂的用餐方式啊 它是以吃到飽 然後以人頭去做計算 DV的部分 設備的部分 我們都等同跟新具點 他們的設備都是一樣 原聲原影 那點歌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它有觸控屏點歌 也可以遙控器點歌 欸!我覺得大家來這邊 應該都是for唱歌這一塊吧 對!基本上就是唱歌 對啊!這唱歌超划算的 我可以來這邊吃兩片肉就好了 然後其他都在唱歌 什麼!賠錢貨欸 其實現在吃到飽也都是七八百了 那等於是唱歌是附加的 對!我們是換唱的部分 它是免費附加的 這個可以這樣 欸!小孩你已經動作這麼快點好了 天黑黑是什麼 天黑請閉眼啊 它可以這樣點歌欸 歌星點歌 特殊點歌 看它有沒有新歌 新進歌曲 了斷 有茄子蛋 沒聽過 有茄子蛋嗎?有周星哲欸 鄧子琪 還有鄧子琪 平行威 我跟你說我覺得我們老了 不是!那些歌都不適合我們 對啊!我覺得來的時候我忘心水之類的 他說可以用遙控器 欸!這個根本就KTV嘛 對啊!它根本就跟KTV一樣了 我可以用遙控器點歌本 它有這個歌本 方便老人家使用 很重 這很重欸 這個拿起來比那個六法全處還重 它這個是拋製器的 要帶這個 它這樣子比較衛生 就不會大家都共用這樣子 來!直接幫你裝在火鍋 這是和風生菜沙拉 吃的時候要先拌一下 這個是去骨雞腿 韓風帶骨牛小排 牛五花 這看起來很好吃欸 這個它是我們的梅花豬的 嗯 然後這一個我手上拿的這一個 我今天要吃自己的這一個 韓式的石鍋拌飯喔 先給您拍照一下 我要準備去拌飯 你要拌它喔 對!就拌吧 拌吧!走!沒問題 哇!動作這麼快 它底下有鍋巴咧 有!有鍋巴 喔!很香喔 是韓式豬五花 放那邊好了 好厚喔!這個肉片 好厚喔! 這燒炒片很厚喔 很厚喔 很厚喔 欸!你看!你有在唱歌嗎 我還在跟你那邊有歌喔 這小朋友最愛的 煎餅請閉耶 那每次都在車上都要吃什麼 對啊 哇!好多飯喔 好香喔 欸!我覺得吃完這個 大家可能等一下肉就不用吃了 這是套爐 套爐 華華版的海鮮拼盤囉 哇!太豪華了吧!這個 對!小心喔 哇! 欸!這個是醃漬好的 對!我們上面的話就有刷這個燒肉醬 這個是牛條肉 這個是我們的牛筋 然後雞蛋糕 欸!牛筋也是烤的嗎 烤的 烤牛筋欸 對!烤牛筋 對!好像很厲害 欸!等一下來吃吃看 好啊!好啊! 那待會牛筋跟豬大腸 只要稍微幫我加熱就可以了 這是牛條肉 牛條肉 肉條 對!牛肉條的部分 那我來先下這個火鍋料的部分好了 好啊!下一下 等一下可以喝湯 欸!好豐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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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吃! 好吃!好吃! 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 它煎餅煎得還不錯欸 不會很油 欸!牛哥!牛哥! 剛剛那海鮮煎餅吃到一半 然後就開始唱歌 欸!我覺得它這邊 有一個缺點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在認真的唱歌了 然後都忘記顧那個肉 呵呵呵呵 你看你看 巴魯了你看 沒唱歌的人趕快顧肉 不要顧聽歌好嗎 對啊 它這海鮮煎餅真的不錯吃欸 它有點涼掉了 它還是不會感覺有那種油耗味 這一塊是剛剛放了很久的肉 我一直在顧拍都沒有吃到 不是顧著唱歌嗎 有飯店在這邊其實有點不錯欸 比如說有些人 他不唱歌的人 他就可以吃肉 對!就認真吃肉 GKTV也可以認真吃水餃跟牛肉麵欸 我覺得它的肉都不錯 因為我吃燒烤很討厭 有的肉 它個人的肉質不好 它就會很難咬 它肉質都還不錯 蠻好咬的 要介紹一下 點八百多塊的好處就是有這個 哇喔!鮑魚也吃到飽 鮑魚 它是一次來四個這樣子 九孔鮑魚吃到飽 然後呢還有這個 和牛 它也是和牛吃到飽 不過它是澳洲和牛 不是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八百多塊太虧了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和牛 它的油脂沒那麼多 我覺得剛好你知道嗎 雙醬牛 它比較厚欸 對!這切得很厚 對!這切得很厚 然後這個是和牛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到 其實和牛好吃還是雙醬牛好吃 好啊! 因為就我們這樣吃吃到飽經驗 未必是和牛比較好吃喔 連這個都有 我太幸福了 吃到豪華餐 我那一次吃到烤的牛筋欸 很好吃 它外面有一層就是 烤過有一點酥酥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軟軟又黏黏的 它之後它已經處理過 所以它只要稍微 稍微再加一下就好了 對!這個稍微加熱就可以吃了 和我們一般煮火鍋 跟牛肉麵牛筋完全不一樣 哇!小燕還沒流放而已 它在唱乙琴的翅膀 我媽在唱乙琴的翅膀 我媽在唱乙琴的翅膀 我媽超級 非常 又愛唱歌 我的熱情啊 好香牛肉 好好吃的 有心底棒喔 熱情的牛肉 還蠻軟的欸 這是烤得成功 那我們來吃吃看 這超大片的雙醬牛 你們好像有點烤破頭 它很大一塊 欸!不會欸! 我以為烤破頭但它蠻軟的 我覺得這比較多汁 欸!你的汁中丁在我肚子上了 可能因為和牛切得比較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比較多汁一點 比較juicy 果然 會列在貴的菜單上 不是和牛都是很厲害的 太近了 你說的 是不美 你看那個雞肉那種超驚豔的 你知道嗎 它的雞肉很大塊又很嫩 真的很嫩 我覺得雞肉必點 它的雞肉不是雞肉片 就整塊的雞腿肉 是啊 喔真的是 爸爸的肉 欸它這個肉 我真的覺得它雞肉給的很有誠意 又大塊 而且品質蠻好的 它這邊幾乎每塊肉都切得又厚又大塊 老闆真的很大 烤肉的話就是叫又厚又大塊 有的那個烤肉它給的肉就是活潑的 我們現在要吃甜點 這個是冰心地瓜 應該可以直接吃吧 好棒 很涼 很舒服 最養生的東西 這個很像最好的東西 這個活潑的 這個涼涼的東西 真的很爽口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甜點 叫做麻糬 欸它上的蠻多的欸 哇 這是兩份喔 這兩份嗎 對 但是 這看起來一份也蠻多的欸 這蠻多的欸 我本來它一份都一點點而已 這樣排起來還蠻漂亮的欸 對啊 這很像我以前吃那個巧克力有沒有 一個方方正正巧克力 不然你有沒有吃過 我破巧克力 哇 哇 冰棒欸 一口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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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搭配喔 好吃 我們吃了兩個小時 哇 這個吃好吃滿耶 對 而且唱歌也唱到滿 你看Elena 她唱了 耳哥應該十首了吧 太high了 太high了 我從小聽到耳哥 她全部唱過一遍 所以我們都不是很有戰力之外 今天來的這兩位 都不是吃了幫手 你知道嗎 那是狂唱歌 根本就是來唱歌了吧 欸 但是這樣唱歌其實也算划算啊 對啊 唱歌唱兩個小時八百多 又有消卡 這樣其實算滿划算的喔